这是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林森 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将在两个月以后正式走马上任 奥巴马当选以后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立刻向奥巴马致电表示祝贺 并且不久又与奥巴马通了电话 奥巴马执政以后美中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来做一次展望 演播现场我们邀请的嘉宾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马继贤先生 马继贤先生是一位退休资深外交官 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公使 和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的总领事等重要外交职务 马先生的英文名字是Eugene Martin 他能讲中文 不过在这次节目中讲英文 你所听到的声音是同声翻译的声音 在节目进行当中 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 参加今天的节目 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自己的看法 下面就是参加节目讨论的具体方法 另外也要告诉大家美国之音的节目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马继贤先生欢迎来到美国之音 谢谢你很高兴来到这里 马先生刚才介绍过去您是一位资深的外交官 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曾经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公使 这是一位高级外交官 可以说对美中关系方面是一位老手 第一个问题我想问您 一般的美国总统换届 特别是政党轮换以后 中国的老百姓都会担心 总统换了以后 政党换了以后 美国的对中国的政策会不会有变化 根据您的经验 民主党执政和共和党执政 在对中国的政策方面 到底有没有区别 如果有的话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世界上各国人民都会有问 说政策的不同是什么样 不同的总统是什么样 不同的政策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我是很乐观的 应该不会有大的改变 因为和中国的关系呢 在整个竞选过程中 也不是一个大的问题 当然在初选中也谈到过 谈到过贸易关系 谈到过食品的安全 以及出口食品的安全问题 以及一些别的问题 比如说人权 但是这不是一些大的问题 考虑到现在的世界各地的经济情况 在中国 在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经济情况 他们应该更为担忧的是 中国跟美国如何合作 共同努力来解决现在的经济危机 当然现在来谈这一点还是太早 那么新的政府 它的政策到底是什么 现在来谈还是太早 但是就我所知呢 在竞选中工作的人告诉我说 与中国的关系会继续保持良好的态势 我们都知道现在的现任的布什政府呢 在美国执政也是八年的时间 那么您本人呢 是在克林顿政府执政八年期间 他的两任期间 你都在中国担任高级外交官 我想请您比较一下 布什总统的八年执政期间 和克林顿政府八年执政期间 美中关系有什么样的不同 有什么样的变化 很有意思 在之前的政府中 特别是在克林顿政府的初期 以及布什政府的初期 小布什政府的初期 当时呢 中国都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你可能还记得 克林顿总统在当任时 当时对与中国的关系 也有很大的担忧 当时的总统呢 就花了一点时间 他也意识到说 美中关系是极为重要 在一些全球的问题上 促进一些双边的关系上 共同合作很重要 那么布什政府上任的时候 也是这样 在2011年上任不久以后 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就是中国对于 美国对于台湾的政策 是怎么样的 但是差不多有六到八个月时间 但是也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对于这种一开始的 与中国的这种 不太信任的这种关系 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但是之后呢 就改变了 中国很自愿地 说对于反恐啊 这种事件表示 愿意来帮助 那么这就改变了 中美之间的关系 所以那我 我就认为 这个下一届新政府上任之前 应该不会有 这个越来越坏的趋势 应该是对现在的 有比较好的趋势的 一个继续延展 刚才你谈到 就是在克林顿总统 当初刚上任的初期 包括现在的布什总统 上任的初期 在美中关系上 都有一些小小的 好像是一点 这个冷却的这样的一种 这么一种迹象 那么后来呢 当然关系又进一步的发展 更加的就是密切一些了 那现在再有两个月 奥巴马总统就要上任了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 刚才节目一开始也提到 奥巴马刚刚当选了 美国总统以后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是比较早的 可以说是最早的几个 其他国家的元首 向奥巴马就指电 表示祝贺 然后不久呢 胡锦涛又打电话 和奥巴马进行了电话交谈 在你看来 这些迹象能不能说明 奥巴马上任以后 不会像他的前两任一样 中美关系在初期 会有一个稍微有一点冷 这样的一种现象 对 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是非常乐观的 很显然 没有人知道 完整的预测说将接下来 中美之间的关系的 这个政策到底是怎样 因为奥巴马的政府的 这种政策现在还没有定型 但是正如我之前提到过的 现在还有别的许多的问题 那么在我看来 那么这些问题都需要合作 需要中美之间的合作来解决 那么我们两国的关系 在这种背景下 就可以就是继续发展 这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好的机遇 那么在接下来两个月 就是布什政府结束之前 那么现在的这种关系的发展 当然这个周末 胡锦涛主席也会来参加 集二时的这个会议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来打下一个基础 为将来的合作打下一个基础 那么我有点遗憾 奥巴马不会有机会来参与 这次会议 与胡锦涛主席见面 但是他的代表 奥巴马总统的代表 他的这个过渡的团队之间的 一些代表 会有机会和中国的主席 进行见面交谈 你能预期是奥巴马 当选总统的哪些 就是过渡班子的人 会和胡锦涛见面吗 应该是哪些人 我不知道 我也没有直接参与这个过渡班子 但是今天早晨的报纸 《黄盛顿邮报》也指出说 前国务卿 奥尔布莱特女士 可能是其中的一位 还有一位国会议员 James Leach 也可能是作为一个代表 就是奥巴马 就是当选的奥巴马 新政府的一个代表 与中国的代表进行会面 包括胡锦涛主席见面 但我这也不知道 我是是把我今天早上报纸上 读的内容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也注意到奥巴马当选总统 在当选以后 现在正在非常快的 用他自己的话 叫谨慎的快速的 Deliberate Haste 来组成自己的内阁 在您看来 您是一位资深外交官 您现在好像也有很多 奥巴马政府的一些内阁成员 也有些舆论界流传了一些人的名单 在您看来 比如我们今天谈代表美国